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下16G评法,有良楼杆高精构造 那么关于有良楼杆高精,我分为五部分进行小解 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底部高精,第二部分就是支作副精 第三部分就是分布精,第四部分就是温度精 第五部分就是少布怪托精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底部高精构造 底部高精,我就是把16G,161-1图形里面的内容 我就是进行了整理归纳,分为这么多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端制作和这个中间制作 就是先看这两部分内容 我们看一下,就在16G,161-1,99页 它下面这个写个有良楼杆,楼面板配精或者污面板配精 然后这个下面它还有这个摆在端制作的毛骨构造 我们先看括号里这一个,摆在端制作的毛骨构造 它A和B分为,A是普通楼面板或污面板 然后B是用于两板是转换层的楼面板 就是说转换层的时候,它是使用的是这个 如果说是非转换层,使用的是这个A 那么我们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11G,161-92页 92页它有个,它分为四个节点 是A,B,C,D,四个节点 然后它就是说是16G取消了这个圈梁 就是说是取消了C节点和D节点 取消了在圈梁中的这个毛骨,还有取消了在TD墙中的毛骨 那么剩下的这个就是,就剩下这么一个A节点 普通楼面板或污面板 那么它这个下部钢筋我们看一下 它是,下部钢筋它是升入梁内五倍的D切到梁中心线 也就是说是五倍的D和梁中心线梁块的一半取一个大值 那么说是如果说是用于梁板是转换层的时候 它是这个,底部钢筋是升到对边Y转 升到直走对边Y转,这个15倍的D 看这边 那么,然后这块这个水平段 它是一个大于等于0.6倍的LABE 这个是设计人员要考虑的 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就是做预算的 还有这个下料的 我们不需要管这个0.6倍的LABE 就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这就是端之座 然后中间之座的话,底部钢筋我们看一下 中间之座,底部钢筋就是在这一头 有梁二楼盖,楼面板或污面板都是只有这个 那么就是这个 还有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它这个钢筋是不是,底部钢筋我们看看 我给大家放小一点 底部钢筋我们看看就是这个钢筋它是这样的 嗯 我重新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底部钢筋我们看它是从这块 哦,这不动 那么就是从这个两边起算 它是某固,然后这是阶段符号 这两边,这个弦相就是阶段符号 这个钢筋阶段 那么这个钢筋走长,我们看某固 它就是说是,它某固是怎么办 然后这块到两边的时候 它这是净长 然后我们看看某固,我用红颜色 某固就是这么长 从两边开始算的某固 然后这个形象就是阶段,从这里阶段 那么阶段了以后,红颜色的水平段它就是某固 那么某固它下面写的五倍的地线至少到两中心线 意思就是说是五倍的地和两块除以二取一个大值 那么下面还写这个,下面还写这个LAE 那么这个LAE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LAE用于两板是转换层的板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就是总结一下 那么就是说这个下半钢筋,不管是转换层 先说说普通无面板 普通无面板,端制作和中间制作 它都是五倍的地切到两中心线 但是这个,在这个,如果说是两板是转换层的时候 它这个,在端制作是Y上去15倍地 在中间制作是LAE LAE 那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就是说是端制作构造和中间制作构造 我们看都是在99页 那么端制作构造,普通 普通无面板是MAX B就是两块嘛,两块的一半和五倍的地,取一个大值 这就是说是端制作构造 如果中间制作的话,普通无面板是MAX 两块的一半和五倍的地,取一个大值 如果说是两板是转换层设计未指定 那么就是中间制作是LAE 这个,记住这个LAE和这个15倍的地,这个区别 一个是上至对面向上外的15倍地,一个是LAE 那么,取不距离大家才看 取不距离我们这一看,距辽边为二分之一百经间距 那么意思就是,取不距离我们看这个,它这个空性的,它这个只是辽里面的高机 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LAE和简历桥 这是LAE,这是LAE内的这个作物性 那么就是这个,起不距离为二分之一百经间距 这起不距离,而这边都是,每一个都是二分之一百经间距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第六条,图中版的中间制作就为量绘制 到制作为简历桥时,其构造消投 也就是说这个制作虽然画的是量,但是简历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构造 大家就是把这个,这个也看看,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制作 端制作和中间制作,这个中间制作,它图上虽然是量 但是实际上如果是简历桥也是构造也是一样的 那么起不距离给大家说了,然后连接方式大家再看看 连接方式,我们看看图形那边就是第二条 我们看看这个第二条 除本图所是搭接连接外,本图我们所是,这是上不高级 上不高级,上不高级是,上不高级的搭接 图里面画的是上不高级,这些都是上不高级,我们看 它是搭接不是LLLL,我们看下不高级的说法 下不高级在哪块,下不高级 第二条,百重经可采用机械连接,就是直罗文套头连接了 或嗨接连接,就是闪光对焊等,接图位置上不重经见本图 那么下不高级在距离制作四分之一近块内 四分之一近块内,就比如说下不高级如果要清晰接头的话 那么怎么算了,四分之一 我们先把它分为一半,然后再把它分为一半 看是不是就分为四个一半了,就分为四段了 四段的话,连接位置就是靠接制作 这个区域就是 它这个连接的接头的连接位置 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同一连接区段内高级接头百分率 高级接头百分率的话这块也行 第三条 同一连接区段内高级接头百分率不一大于百分之五十 不一大于意思就是说是接头百分之五十的接头百分率 我们再看高级接头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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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57 57 右上角 我们看这个A 它这个是不是 180度外沟 光源高级末端 180度外沟 这个 这个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水平但是3倍D 但是外弧一般都是 3.25倍的D 就是说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说预算都是按 这个 高级的外边尺寸算的 那么Y弧的尺寸 这部分尺寸是多少了 是3.25倍的D 25倍D 水平段是3倍D 那么就是一个 180度外沟要算6.25倍的D 就是 这样的给大家解释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 呃就是光源干净给大家解释了 然后中间制作有高叉的时候 头端制作 如果出现高叉 这个大家看看这个 呃我给大家就是郭地线上这个图片 大家看看 我们看看这个楼板是不是 呃这一侧 呃上面这块摆 上面这块摆 上面这块摆标高明显高 这不是有高叉摩摆 不是这样 知道高叉 这块摆摆 这块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摆 它的这个标高肯定要低嘛 我不看看它是怎么摆摆的 下不高叉它也是某旧去 呃 这就是下不高叉了 我不看看 它下不高叉它其实也是 就这个高叉 这不是底部高叉 底部高叉我们看一下 它是某旧去是 它应该某某旧去制作快了一半和五倍的地 取一个大值 是这样的 下不高叉 我不看哦 这就是下不高叉吧 这是中间区域就是下不高叉 然后下不高叉我们看 它某旧去就是这么长 那么另一侧的下不高叉是这块过来的 现在现在一个呢 看的很清楚了 另一侧的下不高叉 它就是从这块过来 只做快的一半和五倍的地 取一个大值 这边的下不高叉也是某旧去 只做快的一半和五倍的地 取一个大值 就是这样构造的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旋条版在103页 我们看一下 103页 关于这个旋条版 那么关于103页 就是这个旋条版高级构造 我们先看一下旋条版高级构造 那么就是这么三个图 那么这三个图的话 我们先不管高级 先从它这个这个结构构造上 我们先看一下 他就说是 我不看 这一个和这个构造是不是一样的 从这个形状上我们区分三类 这是一类 这又是一类 第三个又是一类 这两个形状是不是一模一样 第二个也是一样 他只是直接就是从旋条 这个是各类版的旋条 版的这个制作的一侧有版 另一侧是旋条 这个的话只有一侧是旋条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旋条出来以后 标高降低 这个也是标高降低一样的 那么就是从分为三类 从形状上分为三类 就是这一个和这一个是不是一样的 这一个图和这一个图又是一样的 这个图和这个图又是一样的 那么从高径上又分为 又分为两类 我们看 这是一类 下面这又是一类 是不是高径 他这上面这一排排 每一个他都是由 上下部纠配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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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进一路全是紧上部高径 那么我们看下部高径就是这块 那么下部高径我们看这全是 到辽中心线 12倍的地且到辽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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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图和内 这个LAE用于 需考虑数项地上作用时 由设计明显 设计如果不明显 都是这个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我就总结了我走我只总结了这一个 旋调版毛固 max12倍的地和辽中心线 当然如果设计者另有著名 按设计 那么遇到洞口的话 在110页和1111页 我们看一下110页 110页 110页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他从这个洞 开的洞的这个形状来说 他分为圆形洞和巨形洞 圆形巨形 巨形圆形 圆形巨形 要么是圆形洞 要么是巨形洞 然后从这个洞的位置来说 又分为这个三类 那么就是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洞的位置来说 那么第一个他就是说是 他这个在 这是梁和桥 这也是梁和桥 在梁边和桥边开洞 下面这个在梁的脚 或者墙的脚部开洞 看两脚或 墙脚开洞 是不是 两脚或墙脚开洞 然后基本的话 在在摆的中间开个洞 巨形或圆形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 是什么 他这些洞都是 圆形洞直径 或者巨形洞的边长 小于等于300 不大于300 就是小于等于300式的钢筋构造 那就是能偷则偷 我们看 然后拖的钢筋弯一下去过去 像这种情况 他在靠边的他不能拖去断开 断开了以后怎么办了 就看这个 他是两两侧断开 这个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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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拖的绕一下去过去了 是不是啊 在脚上两两侧钢筋断开 在脚部的时候看 这次钢筋断开 这次钢筋也断开 这次钢筋断开 这次钢筋断开 这次也断开 在边上的时候只有一个钢筋断开 是不是 然后中间的时候 中间开度钢筋绕一下去过去了 是不是 这样绕一绕就过去了 那么这个钢筋的泡面筒 我们看看这个洞 这个洞的泡面筒 如果是刷层刷下钢筋 各自 歪折下来 底部钢筋 歪折 斗边歪折下来 底部钢筋也是歪折下来 那么就是如果说只有底部钢筋 没有面筋的时候 你这钢筋不仅要歪上来 还要歪过去五倍的地 然后还要补加一根 封部钢筋 升出 啊 升出洞边150 就是 要补加一根 封部钢筋 就是洞边 看这个 封部钢筋 看这个是 斗口位置 未设置上不高级的时候 那么就关于这个 斗口 就是关于小于等于300的度 我给大家解释了 那么再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说是 大于等于 大于300 大于300 小于等于1米的时候 就这样的 巨型圆形 巨型圆形 这是百周开度 上面这两个是 看这个 百周开了一个巨型堂 或圆形堂 然后下面这个是 巨型堂和圆形堂 靠桥或靠辽边 辽边或桥边 那么 辽边和桥边的高筋 是如何构造的呢 给大家看看 那么就是说是 高筋能 脱不过去的都断开 是不是啊 板里面 然后这红色的高筋 是加了附加的 补桥高筋 补桥高筋 那就是说是红色的去 四边都有 像这种的话 就只能三边加 靠边的没办法加 靠边的就是三边加 不靠边的中间的 就四个方向都加 那么加的这个高筋 是如何构造的呢 补桥高筋的强度等级 对于被切断的钢筋箱图 而这个 我们看看 而是第三条 那么就是这个 补桥高筋的某肉 制作的某个方式 头摆住钢筋 也就是说是 跟白里面的钢筋 是一样的构造 补桥高筋 它这 从泡面图上看 它有面积有底筋 我们看看泡面图 泡面图 这个浑色的钢筋 看 有面积有底筋 如果是面积按照 摆面积的某个构造 如果是底筋 按照底筋的某个构造 就是这样的 这是 当时我们看这边 板下面钢筋 它没有面积的时候 上去有五倍地 跟前面是一样 如果是刷层刷下的时候 各自歪下来 这个歪折就是 板后减上下保护层 就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 给大家就是 也做了这个解释 那么我们 我们接着 接着再给大家看看 预多口也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再看看 折板103页 103页的话 给大家看看 折板 折板的话 就是就是这个 它就是 这个可以是由屋脊 下面这个是往下凹的 下面是往上凸的 就类似于屋面 邪屋面的屋脊 然后这个屋脊的外侧高级连续通过 我们看是不是 外侧高级连续通过 就凸起的连续通过 这个也是要连续通过 然后这个 啊 内侧的这个高级 是不是 从这块开始 LAE 记住啊 这个LAE就是 我画的红色的 这就是LAE 给大家画一下 红色的LAE是 就是这块肠 加上这个拐折 这个走肠是LAE 看见了没有 这是对右的 然后另一个方向 LAE就是这么长 你看 然后折板也是一样的道理 啊就是 右脚的地方 是LAE 遥角的地方 连续通过 总结了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 我们就 关于白底部高级 给大家也总结了这么多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甚至把这个 好好的看看 啊就是 我们再给大家就是看看 这个白底高级 那么 谷底线上啊 甚至或者设计来图里面 介绍出现这种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中间的虚线都是 这个白的制作 啊聊了解力强了 那么就是这个高级的话 他比如说图纸里面 可能给你标注 比如说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是这样写的 他可以写的是 啊 fi8 间距200 啊水平下的 玩一下的也是一样 我就不写了啊 这个也是啊 fi8 间距200 玩一下的是一样的 X玩一下都是 这是X像玩一下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高级 是怎么构造的 我给大家看看啊 我就是给大家 把这个高级布买 给大家看看啊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的 首先他有个起步距离 起步距离是 百经间距离的一半嘛 那就是百经 如果说是百经间距离200 那么他的起步距离 就是 就是100 就是要一直往过排 高级 如果是原高级 要加180度歪钩 如果说是 螺纹高级就不加歪钩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加歪钩 因为螺纹高级 他自身带类 所以说是 他不需要加歪钩 原高级太光滑了 所以说他要加歪钩 增强这个毛固的 就是稳定性 那么 另一个方向就是这样 起步距离这边也是 百经间距离一半 然后这样一直排过来 然后 这边也是一样 看就这样 一直排过来 起步距离五公分 那么这一侧也是五公分 这样排过来 那么 我计算公式给大家看一下 光源高级潮度 计算公式 max括号 制作宽除以2 5倍地取一个大值 这是毛固 那么所有的高级计算公式都 经常加两边毛固 这是我前面讲聊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介绍 我们看 经常 大家先看看 经常 那么这个经常是怎么算的 经常就是这么长 这就是经常 加绍 左面的毛固 右面毛固 左面毛固 就是我们算这一块吧 经常就是就是红色 就是经常 加绍 毛固 我有蓝色给大家显示 就是这个 毛固 max制作块一半有5倍地取一个大值 然后当然这个歪钩 很力算 如果是越高就歪钩后面算 然后在右边 就是我刚才就是 就是我刚才就是 比如说我我刚才算 就这个上去红色就这么长 不是啊 然后蓝色的就是这个 左面的这个毛固 我们再看看 这个右面也是一样 制作块 一半有5倍的地取一个大值 就是这么长 然后6.25倍的地 哎 两个两两边都要算歪钩 这边一个歪钩 最后这边也有一个歪钩 这样一根高级就算出了 长度就是这样算 螺纹高级的话 和光约高级公式是一样 就是没有后面这两个歪钩了 那么高级高速的 我们算X向的高级 长度是这样 算它的高速 我们肯定有 另一个方向的长度 就是这个 静长 静长就是这个 我说的这个静长 蓝色的就是静长 静长减S 减S为什么 因为这面 它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要减一个S S除以2 这个方向也减一个S除以2 那就是直接减个S就行了 除以S S就是百经间距 效效取整加1 除以间距 效效取整加1 这就是它的根数 那么就是百底高级一块一块算的时候 其他23块算法是一样的 第二块第三块算法一样的 那么X高级我们算完了 Y效的高级算法和X效的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接着看百底高级偷跨计算 就是这高级直接拉偷算了 如果是拉偷算的情况下 怎么算的呢 大家看看 比如说这个X效也是高级一样 它写的是FY8接距200 Y效也是FY8接距200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Y效高级是怎么步的 首先它起步距离 所以百经接距一半 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慢慢慢慢排过来 排到这个制作 去制作 就是接距的一半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一直排过来 就说在制作内是没有这个高级的 它这样一直排过来 都是这样一直排过来 那么这个光源高级的长度 X效的 我们同样的 我们先算X效的 有净长 不是 这不是 我们依然有净长算 我们先看这个 净长 净长我用红色给大家来换 那么这个净长就是这么长 红色的就是净长 我给大家换到这 比如说这个高级 红色的就是净长 那么加左面制作块除一二 有五倍的D 取个大值 就算到这块 毛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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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固我有蓝颜色给大家写 比如说这是蓝色的毛固 是不是 那么这边毛固 蓝颜色就是毛固 右边也是一个毛固 是不是 Max制作块一半有五倍D 取个大值 加上两个Y勾 6.25倍D除一二 是不是 两个Y勾 原钢筋算为Y勾 螺纹钢筋不算Y勾 螺纹钢筋长度算法 和光源钢筋一样 只是后面没有这个6.25倍D 乘以二这个Y勾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钢筋根数 钢筋根数的话 净长减去S 括号除以S 向上取整加一 那么就是说 他这个钢筋 他这个净长指的 就这个方向的净长 减去这边一个二分之S 减去这边一个二分之S 就是减一个S 除以间距向上取整加一 那么街头个数就是高级的走潮 高级的走潮就是我们前面算下来这个式子 除以定式潮度向上取整减一 这个街头个数要减一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实际案例 实际案例的话呢就是一个 评过来图给大家举案例 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个C D图示里面和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拣式告十九 拣式告十三 找一下拣式告十九 拣式告十九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一二轴啊 垂直方向一二轴交 这一轴与这块 那就是我们先手算一下 这块高级的这个 就是这个范围 我们看 就算这块板 这块板 它这个X效和丸效高级的 这个超度和高速 那么 我们看一下拿到一个图纸 我们算这个 我们算这个的话 那就是说是 这个 看看 我们现在算这个长 我们拿到图纸 我们看看就是 PVT里面这个 我们先算X效底级 C8接近200 三级高 C就是三级高 C8接近200 我们现在算静长 静长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 轴线长是3米2 那么这个简历墙 它到底是多宽的呢 我们得找简历墙的图 我们看一下 这个它是2.85 到50.85 我们假定算 手层楼板的顶面是2.85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高图 一层顶 层高一层顶 层号 一层顶 标高一层顶是2.85 我们简历墙也是找2.85 看2.85量 我们找简历墙 2.85 简历墙 这就是这个 看 到2.85 简历墙 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历墙的话 它这个简历墙 简历墙是100 一百 轴线去左面右边都是一百 这边也是一百 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 静厂是有轴线的宽度 轴线 3米2 简去二百 左面一个一百 右面一个一百 那么3米2 是轴线长 轴线长 有活色 来画一下 3米2 是轴线长 简去这边一个一百 简去这边一个一百 就是静厂 静厂加上两边的某固 max5倍的D 与直左块一半 取大值 那么这个 x的长度 就给大家 就这样算了 你看3米2 减200 这就是静厂 加上两边的某固 二倍的max 直左块 二百除以二 五倍的D 取大值是3米2 那么底线高速 怎么算了 看一下这个高速 高速的话 就是静厂 解去接去 除以 接去向上 取出加油 我们看3米6 同样的 我们要看 这两边 它这个 3米6 是轴线长 下面这个梁 我们不知道 这个梁到底是多宽 上面这个梁 我们也不知道多宽 我们看一下梁图 2.85梁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梁 它宽是150 乘以350 它梁快是150 上面这个梁是200 那么我们看 算这个 它这个 我们就知道 怎么个算了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高速的话 就是 就是 我们看一下 有轴线 大家看一下 3米6 是到 轴线吧 解决下面一个 150除以275 解决下面这个75 解决上面 这一个 3米 3606 解决下面一个75 解决上面一个100 就超 除以揭据 下上取手加一 就是 这样算了 我们看一下 3米6 解100 解75 解决200 还要解两个 起步 起步的话 那就是百姓 接决一半 解两个 就这样 我们给大家 再看一下 我们看 这不是 3米6 就是这么长 解决下面75 解决上面一个 100 解决到净超 就是净超 净超还要解决百姓的 接决吧 这不是100 这不是100 解决 解决个200 除以200 向上取手加一 那就是 那就是 X向 Y向的格数 然后Y向 Y向底线超度算法也是一样 我们先是 我们先看看 Y向 Y向的话 那个超度的话 我就 大家看 那么这个超度就是3米6 这个高级的超度 就是 那就是3米6 解决上面一个 100 解决下面一个75 是不是净超 我们看看 先放到PVT里 大家看看 是不是 这块是 净超 加上Max 200除以2 5倍的D取大值 200除以2 这就是上面的毛固 150除以2 以5倍的D取大值 是下面这个辽快 不是150吧 所以说是 这块是150 算下来是这么多 然后玩一下 底线的高数的话 那就是 我看一下 底线高数的话 那它的高数呢 就是这个方向 净超 这个方向净超 怎么算的 这个方向净超 就是3米2 解决 两边 我不看 3米2 是轴线超 解决这边一个100 解决这边一个100 是净超 然后再解决两个 起步200 除以间距 向上取整加1 就是这样算的 算的是这么多 那么关于 底部高级的计算 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解决